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美国著名学者约瑟福奈认为中国崛起已经是没有办法阻止的事情了 美国无力阻止中国崛起 但是可以给中国捣乱 怎么给中国捣乱 他出了八个主意 希望拜登政府采纳 拜登政府已经在这么做 有的做得好的样子 有的做得坏点 作为美国的谋士 作为美国的著名的学者约瑟福奈的这一条建议 我把它单独滴露出来 跟各位讲了一起 今天我想跟各位讲讲 除了约瑟福奈 其他的一些美国学者 主要是那些知华派 一共大概68个人 他们对中国的这些问题 到底怎么看 这件事情信息的来源是外交事务期刊 这是美国著名的一个外交期刊 有中文翻译过来的 我看了看 这里边很有意思 大家在讨论一个问题 就68个对中国比较知华派学者 他们对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是不是敌对 就这么一个问题 然后呢 做了一个调查 大家各显其能 在里面 这不邀请出来 我让大家领教一下 美国学者 即便是所谓知华派 所谓呢 甚至是这个中立派 他们怎么屁股坐在美国板凳上 怎么看待中国的问题 这对我们理解很有帮助 咱们现在国内的舆论环境是这样 大多数的人呢 都是通过自媒体啊 通过我们新闻啊 来理解 这些事情呢 大概都差不多 差不多 这豆腐一碗一碗豆腐 大家说的 你都跟胡锡进差不多 有十万个人 跟胡锡进说的一样 我看胡锡进一个就行了 对不对 你十万个人说的都一样 我看十万个干嘛呀 但是十万个 它会形成一种舆论氛围 于是我们的脑子 就被它所左右 所谓大众媒体啊 塑造大众心灵 大家都这么说 这就形成了一种舆论氛围 好像就是这样 但事实上 别人的观点很重要 不同治的观点很重要 独立的见解很重要 比方这六十八个人 这六十八个人 关于美国对话政策 究竟是不是过于敌对的问题 诶 差别很大 调查结果成两级 二十六个学者同意 或者非常同意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太敌对了 过分了 三十二个学者不同意 说怎么叫敌对呢 还不够呢 有十个学者表示中立 表示中立的学者 有一个呢 就王吉思 是中国的学者 清华大学 那我上期已经跟各位讲了 这几个学者的这个具体分类 你如果你先往前翻一翻看 我就不说了 现在我想跟各位说说 这个美国对华政策 认为太敌对的这些学者 他们为什么作为美国人 他会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太敌对了呢 两个原因 一 他认为美国过度聚焦竞争 尤其是在台湾等中国的核心利益上 你采取呢 这个措施 不是说你不能采取措施 而是说你采取措施在节奏上 冒进了 冒进可能导致中美之间的冲突 这叫大国冲突 和大国冲突 一旦导致战争 这会损及美国利益 是美国人不愿意看到 比方说美国前驻中国的大使 威尔辛中心的研究员瑞孝俭 他就说 亚洲国家本来希望你在这干两件事 是不是 你扮演主要角色 第一件事呢 第一件事就是你提供安全 第二件事呢 在经济上的制衡中国 两件事 一是安全 二是经济上制衡中国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看到的现实是 美国太注于安全了 注重安全了 比方说当年大家能看到的 像这个缅甸 缅甸这个德国诺贝尔和平奖的 这个老太太昂山素季 昂山素季 那他在野党的时候呢 就想着上台呀 天天造百呀 革命啊 喊口号啊 民主啊 声泪俱下讲故事啊 控诉军政府呀 美国人支持 然后各种各样的NGO组织 半小电台就在那呢 这骂中国 然后支持美国 好来有一天美国人来了 谁来了 刺着白牙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来了 来了之后呢 那这些民主派 他们满姓鼓舞 说美国人来了 美国人美元就是美国人印的 美国人随便撒点银子 那就怎么怎么样 结果呢 奥巴马抱着昂山素季 拍了一张照片 那是一种现在流行的词 叫熊抱 抱着这个昂山素季 拍了一张照片 刺牙一笑 装上走了 一毛钱没拿 没扔下 就一毛不拔 我们缅甸有朋友吗 我去过两次缅甸 缅甸的这些民主派 这件事大受刺激 说美国人 靠不住 我们天天呢 按照美国人的调子 美国NGO组织那个调子 天天在那骂 我们跟着骂中国人 我们骂中国人 我们说美国人好 美国人是我们的美爹 不是谁给咱钱 咱管谁叫爸爸吗 美国爸爸 美国爸爸来了之后一文钱没给 那既然这样的话 一毛不拔 我们作为这么一个小国 在中国这么一个经济巨人的旁边 我们干嘛卖中国呢 所以大家注意个细节没有 昂山素季真上了台之后 和中国的关系就变了 而且三番五次来中国 到了中国之后 表现得非常乖 所以西方一看 我们把你塑造成一个民主斗士 把你塑造成一个 这个反对中国的英雄 你现在 你过去在捣毁中国 在缅甸的密松电战方面 你表现得不错呀 现在你居然呢 去求中国了 可是对昂山素季来说 这老太太 这不当家 不是柴米贵呀 开门七件事 油盐酱醋茶 你如果 不跟中国个好关系 缅甸所有的那些 值钱一点的那个东西 包括修路 建筑 学校 甚至寺庙 都是中国人出的钱 美国人是可惠实不知 因此昂山素季太多变了 那有人会说 那昂山素季后来和军方 怎么着呢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他们自己的事 他们弄了个宪法 宪法里面规定 军方有多少多少席位 昂山素季执政了以后 就想把这事弄利子了 有关门主义倾向 说干脆把他们都踢出去 然后就咱们全是民主派 顶门过日子不容易 治国理政是个大学问 那边造反这事容易 捣乱容易 捣乱容易 反正是你不管 你弄了什么东西 一桌子 我上去一顿棒子 砸了之后 高喊口号我就走了 这就是革命 但是你真是要搞建设 这太不容易了 昂山素季 他治国理政过程当中 发现的不再需要中国的支持 而且需要社会的稳定 但是他处理的过急了 过急了军方就反弹 反弹之后就闹得 现在又起虎下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他们内部的问题 我们就不讲了 美国在亚太专注于安全 经济方面提供的太少 提供你一毛不拔 村长家有的是钱吗 有是啊 地主家也没余粮啊 美国对中国的行为啊 这个叫什么呀 瑞小姐的意思 叫过度反应模糊了 过分自信的中国的行为 与中国认为 美国威胁力相反 做到反应之间的区别 现在你至少在亚洲的一些国家 看来美国人在这个地方 你好像就痴迷于捣乱 你就是想捣乱 就是为了反中国而中国 但是即便是那些 对中国有看法的国家 中国也是第一大帮友伙伴啊 人家是务实的啊 美国是意识形态挂帅的 抹黑在先的 就捣乱破坏的 这种事情有其体现在台湾和南海 美国对华政策 没有充分考虑到 该地区国家与中国之间的 巨大的经济利益 美国逼着这些国家 做出选边站 新加坡现在的这个总理李光 要说个多少次 我们呢 不会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 美国中国都是朋友 但是美国的不是说不前美国 就是逼着你选边站 这样我安全上 我靠美国 我经常靠中国去 那也不行 所以美国这种进攻的 这就是瑞小姐认为 美国对中国呢 外交太敌对 太强硬 这是生事的是危险的 瑞小姐说 美国对华政策缺乏细微差别 太刚硬 一体化 正在削弱 美国本来应该从亚洲 抵制中国主导该地区 而获得的优势 就是你本来有优势的 现在呢 因为你的政策太刚硬 意识形态太强硬 没有办法 从整个亚洲的角度看 美国对中国的 强烈的敌意 增加了发生损害各国利益 冲突的可能性 美国你敌意就敌意吧 但是你逼着这些人表态 导致这些人的利益受损 那这个嘴怎么说是一回事 嘴怎么说 外交怎么表态是一回事 实际外交行动是什么 就是他的身体是诚实的 那这件事情各国都会有自己的这种小盘算小打算 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不合适的 美国对中国反应过度 除了显示强硬的政策 削弱亚洲对美国能够符合他们利益的方式 就是处理中国问题的信心以外 美国政府呢 还可以做一点柔性的工作 美国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美国现在怎么不好 这就是美国对中国外交强硬 瑞孝姐 她作为签驻美国的 签驻中国大使的一个看法 美国还有一个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 叫贝德 他是前白宫的一个顾问 他是负责处理这个国会呢 东亚事务的高级主任 这个布鲁金斯学会很厉害 美国厉害 咱们北大的那个著名的教授 跑到那边去讲 中国内部的人应当和美国联合起来 内外夹击搬到中国 就是布鲁金斯学会搞的盛大的活动 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 在中国有哪一个学会 和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相接近 中国那个著名的学者 最近好长时间不出来了 弄点茅台酒 自个儿蘸一蘸喝一喝 对有意思 茅台酒据说 如果我愿意的话 我也可以弄一个 叫司马南 茅台加酒 司马加酒 茅台镇酿造 我也可以弄这么一个东西 不过我对这事没多少兴趣 据说那个学者就是到美国去以后 布鲁金斯开大会 美国那么多人都来 几百人的规模在美国是非常不容易的 来了之后 发布代夫演讲 神采飞扬 穿西服 打领带 很帅 中国和美国应该这样 就是美国国内的力量和美国的力量 联合起来内外夹击 搬倒中国 波鲁金斯学会 对我跑题了 我说哪去了 我本来是说这个 本来说贝德尔先生 贝德尔先生他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外界政策也过于强硬了 他认为中国呢 从美国角度来看 中国难相处 在某些方面的发展消极 但是呢 你把它视为一个对手 而且是一个通用的对手 你各个方面你都跟中国过不去 别扭 敌意 升级的敌意 强烈的敌意 他认为这并不符合美国的力量 具体呢 没有更详细的论述 但是宾夕几亚大学的金骏远教授呢 他认为美国也对中国太强硬了 他认为中美双方现在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各自给对方带来的挑战上 他认为外交上姿态 这是一个媒体一边看那个东西 实际啊 重要的是实际措施 美国方面有什么实际措施来管理两国关系 两国应该在双方的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 现在美国的合作搞得不好 比方说流行病 新冠病毒 还有气候变化 这些事情应该好好合作 更重要的是确保敌对的言论 不会阻止人们关注 日益激烈的竞争关系带来的风险 就是说你这个 你敌对的言论就敌对的言论 你们争来争去 别影响实际的外交关系 他认为美中存在着严重冲突的 严重的利益冲突的风险 他说中国现在和美国军事安全冲突 不断恶化的领土问题 主权问题 这种争论 这对美国是不利的 所以你对中国使厉害 不是对你更好 而是对中国不好 金教授他是学者 美国政客你以为他不懂 他逼你懂 但是为什么他涉及到中国问题 这个美国朝野朝野两党 然后都要是朝中国使劲 道理很简单 因为这样能够得选票 因为不对中国发狠 不说狠话 不说夸张的狠话 漫画式夸张一般的狠话 那就不能拿选票 甚至选票会低下去 因为整个美国已经这家机器疯了 只要骂中国的时候就骂得非常离奇 金教授强调说冷战的教训是这样 就是美国可以在确保自身重要利益的同时 设法降低核时代发生灾难性大国战争的风险 他认为应该汲取冷战时期美国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对中国也一样 中国也是个核大国 如果把中国逼急了的话 在这方面发生风险 对美国来说不堪承受的 他说不幸的是 只有美国和苏联经历了惨痛的危机 和有限的战争之后 他们吸取了这个教训 现在美国对中国 美国似乎忘了这个教训 如果说约瑟夫奈 此前关于中国和美国的这种分析 在台海问题上 他认为这种情势 这种队力特别像是一战之前 一战之前 大家都认为打不起来 其实就打起来了 几百万人丧生 一大堆国家打到一块去 那他认为冷战的教训 反倒不是很重要 冷战没打起来 一战的教训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约瑟夫奈反复强调说 今天中国和美国很像是一战之前 搞不好就要打起来 那现在金教授强调的是 冷战教训需要特别积取 而且要学习 那个时候美国和苏联汲取教训 反正没打起来 增加敌意有好处 增加敌意好处是什么 自己感到满足 骂了对方 把对方骂了勾起喷头 解气 但是这种骂法 只能服务于狭隘的政治利益 这使防范升级 防范彼此防范 更加升级 增加困难 当利益出途导致可能带来的 风险性的后果 导致对抗的时候 这防范升级就麻烦了 另外一个学者是美国欧伦斯 美中关系全国研会的会长 他是权威性的人物 他说美国国内政治主导的政策 比符合美国人民利益的政策 更具敌意 那这句话就是说 美国对中国太敌意了 现在呢这种情况 在过去42年里是最严重的 是美国对中国采取最敌意的政策 42年里最严重 布鲁金斯学会呢 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 叫李成 他表示说 中国北京方面认为 美国结束了阿富汗战争 是按照拜登总统所描述的 战争的方式 为中国的战争 做好的准备 因为美国人自己的宣传 他说之所以阿富汗撤军 是为了撤出军队来 撤出军队来对付中国 这不是什么 这不是敌意吗 阿富汗撤出那几个人 对付中国够吗 不够啊 但是这么说 你不是让中国舆论挫火吗 相互的敌意正在 把两国引向一场潜在的 毁灭性的战争 那现在有个可悲的事实 就是美国公众并不了解情况 公众不了解情况 公众听到这种敌意的言论 觉得这种感觉上的快感 美国还有一个研究室 东亚研究项目的主任叫史文 他说 美国把对中国国内政策的道德谴责 与对国家利益的务实的盘 混为一谈 你天天找出中国船来 然后就看什么 找出中国的船来 就看什么 甚至在无中生 制造什么种族灭绝之类的言论 他说你把这种东西和美国 应该对中国采取务实的这种 这种外交政策 混为一谈 他认为这是不足取的 种族灭绝这种事情 美国学生认为这不扯吗 缺乏证据支持 没有的事 你用这种事来妖魔化中国 批评中国 那完全虚伪的 虚伪的批评中国 违反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 以及零和游戏的 用简单的说 民主和对抗的 民主和独裁的对抗 来设计中美关系 他认为这东西太扯了 是吧 什么强破劳动 什么种族灭绝 没这事 然后你说美国就民族 中国就独裁 他说这种东西 可能会让政客们 在政治舞台上爽一下 但是呢 对促进美国的利益 没有任何帮助 他说美国人 这种东西 你造谣的方式来诋毁中国 污蔑中国 让美国利益受损 因为它加剧了这种敌意 有可能导致两个和大国的冲突 基本的逻辑就这样 所以这些人认为 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政策 太强硬了 没有必要损害美国利益的学者 他们普遍的看法认为 美国人现在发表那些声明文字 尤其政客那套东西呢 是事实上是 帮了中国的忙 加强了老百姓 对中国政府的支持 就是所谓内部力量加强 你这种做法呢 是做了反面教员 用中国的话说 就是你事实上 你做这种事 做了反面教员 中国老百姓 谁相信中国在什么新疆 什么大规模种族灭绝 几百万人怎么着 怎么着 对吧 谁相信中国就是独裁 然后美国就是 美国就是民主 这种简单的幼儿园 小朋友式的二分法的做法 一个作用 就是让中国人民 跟团结中国政府 更有权威性 反过来 让朋友 让盟友感到警惕 朋友和盟友也觉得 好 美国人想要跟谁 过不去的时候 就美国从上之下 开始造谣啊 那现在呢 你破坏 与中国领导达成的 明确的红线 美国和政府 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 这么多年建交以来相互克制 创造性外交共识 寻找共同点 然后不踏破红线 这种东西都被你这种 不靠谱的 胡说八道 给搅和了 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员 叫何立凯 他呢 有一个说法 他说竞争因素啊 似乎 已经成为美国对华的唯一焦点 现在美国对华呢 说的是有三个魔方嘛 是吧 合作竞争对抗 但是现在呢 你只搞 只搞这个竞争 只搞竞争 搞得别别扭扭的 他认为 现在你加强美国地区的联盟 和维护美国军事威慑能力 对地区稳定非常重要 但是与中国的利益 重叠的领域 你开展合作才有这个稳定 现在在合作方面 美国人基本不考虑 这是错误的 也许更重要的是 美国政策的某些方面 特别是对台湾政策 可能会促使 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 几乎所有的学者 都谈到了 在台湾问题上 中国和美国 是有可能擦墙走火 发生冲突的 美国这个国家 因为它三圈分立嘛 三圈分立 所以谈到美国国内的 各方力量的时候 国会 参众两院 国会正在扮演一个 比较不幸的角色 什么不幸的角色 不断的推出什么法律 什么台湾旅行法 台湾加强法 这种所谓立法措施 破坏了与中国的外交基础 是对中国的不必要的挑衅 两年半以前 因为散布美中竞争 是文明冲突而引起争议的 美国国院 卡尼基明龙大学的教授 金娜 她也认为美国对中国太敌对 不认为美国对华政策 敌对的学者 还有一大堆 当然那些鹰派认为还不够 他们那些说法 大家的耳术能想 我就不重复了 简而言之 美国的对华 比较熟悉的 知华派的学者当中 认为美国对中国 太强硬的那种做法 主要的立足点是说 你这种做法是 对方更团结 而损害美国利益 并且中美之间 有可能爆发这种冲突 这就会损害 美国的根本利益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 不过人家是站在美国人立场上的 跟我们的立场不一样 但是有些话还是值得听的 所谓他山之石可以公寓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